2019年投资4100万元 在生态产业园内 由青岛海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负责实施了亚东鲑鱼健康养殖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新建五座智能循环化亚东鲑鱼孵化鱼苗 和养殖车间 一号车间孵化区 理论上可容纳孵化800万里鱼卵 孵化初苗率70% 一号车间鱼苗续化区 共计可容纳续化鱼苗522万位 初苗成活率可达到85% 二至三号车间可养殖10克左右鱼苗213万位 成活率可达到90%以上 四至五号车间可养殖1公斤左右鱼苗 共计8.4万位 成活率可达到90%以上 室外大堂 七个池子养殖面积达48500平米 共设置可养殖亚东鲑鱼150万位 每个车间都含有养殖设施 水循环处理系统 远水处理系统 鱼苗转运系统 及活鱼运输车 及智能农业 加物联网系统等 水循环处理系统 包括由养殖槽流水 经过物理过滤 生物过滤 杀毒设备 控温设备 增养设备处理 再回流入养殖槽 贯穿孵化 驯食 育苗到养成全过程 每次补充吸水量 只需5% 五个车间 可节约用水80%以上